大家好,我是文士,今天看到自由亚洲的一篇报道,它这个题目是这么说的 限制出口令仅一个多月,半导体关键材料重新恢复出口 那这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可能不一定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简单把这个第一段给大家念一下,大家感受一下 中国自8月1日起,限制半导体关键材料加折及稀土出口 导致当月出口量骤降为零 但是他说这个我也没有去确认,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夸张 就是很少很少,接近于零这个意思 总之习近平不是要动态清零吗 我看他真的是一语成谶的各个方面都在趋近于零 这个加者的出口在8月份就骤降为零 不过,他说不过,这项由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限制令 实施仅一个月,一个多月 到现在还没有到10月份一个多月 近期中国商务部表示 现阶段以批准符合规定的加者等相关物项的出口申请 意思就开始批准了,可以出口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反正我一直跟着实施走 当时限制加者出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感觉小粉红们就是意思不得了了 对不对 你们不是要限制我们吗 我们也有杀手锏 对不对 我们家的生产量占全球90%以上 褶占60%以上 如果我们不给你这两项关键的原材料 你们就得跪下来求我们 好像是这种气势 这种感觉当时 可能习近平也没准也是这么想的 他也具备了很多小粉红的这种特质 结果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一个多月还没到两个月 别人还没跪 你先跪下了 先怂了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多可笑 对不对 打脸打得多快 是不是 他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改变想法了 习近平改变想法了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他本来以为西方社会会求着他 但人家根本就没理你这些茬 人家就是想办法怎么样去跟你脱钩 怎么样能够从别的地方去得到家和者 对吧 人家是这个想法 这习近平一看招提了 人家离你就越来越远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中国国内的家者相关的这些企业 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了 大量人员失业 没有收入 怎么办 是不是 难度太大了 失业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然后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这些家者包括很多稀土 包括一些金属材料 你出口的话可以换去美金 是不是 现在这一部分可能也没有了 总之各个方面 中国政府一琢磨 这么一算 你不行了 算了吧 还是允许出口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允许出口了 这个事就完了吗 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 人家看到你又允许出口了 好了 我们就接着进口你的东西 是不是 又对你的这些产品形成依赖 可能吗 西方社会 他们就会想办法 可能在 就是说你现在允许出口了以后 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会用你的东西 但是 他们肯定要做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 尽快摆脱对你的依赖 对吧 可能还会要一点点 但是其他的 就是需求上可能要转移到其他的地区 对吧 在你要制裁我的时候 或者在你要什么 左方针不动摇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对策 这样的一个情况 稀土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不是 中国现在整个稀土 以前我也说过 像包括北方稀土 包括中国稀土 它整整体的利润 现在下滑的是非常严重的 已经到膝盖 到脚踝这个位置了 非常的惨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整体上你看这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外国人想要制裁你 那真的是对你 就是说会有很大的这种 就是说伤害作用 你说有中国人说 我们越制裁我们越强大 那根本就是笑话不可能 但是反过来 你想制裁人家外国人 人家是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 对不对 你的这种制裁 最终只能伤害你自己 真的就会激发外国的力量 咱们一起想办法 就是说跟中共脱钩 就会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 整体上 习近平这次又变成了 一个国际大笑话 人家都觉得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对不对 人家讨厌你 是一方面 就觉得太可笑了 这样 对吧 整体上习近平 我总结了一下 他就是什么 三班府 对吧 先是总加速师 加速 不真的加速 然后小粉红们 诸位 我们总加速 太了不起了 然后呢 看着看着说不行了 那怎么办 第二个身份 总烂尾师登场 烂尾了 他也不说了 不提了 好像这事没发生一样 就像去年 就是说总光证不动摇 突然就放开了 今天谁也不提了 好像这个事没发生一样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什么呢 你烂尾师有后果的 就是什么呢 第三个头衔登场 总回旋师 这回旋标 扔出去就打回来了 对不对 那很疼很疼的 是吧 包括这次这个家者 刚才我这提到了这个事情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个叫 应该叫总打脸师 或者更确准 总被打脸师 就是你面子上 真的是过不去 是吧 就是我这么讲 很多人他就不服 说你别把习近平 说得那么差 习近平人家 对不对 不硬 像你说的这么 他怎么能掌握 现在这么大的权力 对不对 党政筑权力 现在他都掌握了 对不对 权力如锐中天 对吧 像你说的这么愚蠢 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这个事吧 也好理解 非常好理解 这跟他的智慧 跟他的智商能力没有关系 习近平吧 在党内吧 他有一个其他的党员 其他的那些干部 不具备的一个特质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其他的那些干部 现在都是 整天这个 就是说花田酒地 就是胆小如鼠 胆子非常小 习近平相对来讲吧 怎么说呢 用动力话讲 就是有点虎 你知道吗 有点彪 他就是有那股劲 你知道吗 他就敢干 在党体制内 他敢干 对吧 比如说把周永康也拿下来了 把什么徐太后 郭伯雄 对不对 也拿下来了 把胡云涛也敢嫁入 他敢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话 在中共目前的体制内 很多中共的这些干部 都是非常非常胆小的 非常非常软弱的 习近平也看准这一点了 一下子这帮人就得跪下 所以说他就不断的得逞 不断的就掌握了权力 但是他的这种勇敢也好 他的这种就是说 你说是胡也好 标也好 这个东西 他其实只是在体制内 因为他看得很清楚 他跟国外的人 他就没有这么多勇气了 那就是动不动 就给人跪下了 动不动就认怂了 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了 我就不去多讲了 包括他在国内也是 你让他去个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发洪水了 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了 他不敢去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没那么多能力 就是这样 你说他最近办的这些事 不全都是这个套路吗 刚才我说的 先加速 然后就是烂尾 烂尾完了那个回旋 回旋 然后就打脸 就这么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就像我说这个 华为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估计 小粉红也没有办法 这个反驳了 对不对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这媒体不断的这个宣传 这就是一种明显的 这种加速的这个状态 遥遥领先 对不对 结果呢 加速完了以后呢 就烂尾了 怎么烂尾 就不 华为昨天连手机提都没敢提 就更不要说芯片了 是不是 这算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回旋 回旋标就飞回来了 美国加深 对你的制裁 整个芯片相关企业 对吧 股票下跌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打脸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 就是很完整的 这一个过程吧 就是你要举这样的例子 简直太多了 咱就说这个医疗反腐 是不是这样 就最近发生的 包括这个 日本的这个海水的问题 是不是也最近发生的 等等 这些事情一桩桩 一件件一幕幕 就全都摆在这了 所以说呢 就是我在想 中国人他怎么能忍受 这个状况了 怎么忍了 对不对 以后吧 习近平他还是会这样 他是一个什么呢 很无知 而且很无能的一个人 但是他非常有这个壮志雄心的 就是我非要 去做点什么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你知道吗 就是啥都不懂 在不懂的情况之下 他就把会把很多很多的事情 想的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就像一加一等于二的 那这个 现在这个事情 哪 这个社会哪是这个样子 那肯定会出问题的 这种可能现在基本是99% 但是呢 现在没有人限制他 所以说呢 往后啊 中国人有苦吃了 有苦头吃了 哎呀 这就是我看到 今天这个新闻吧 产生这样的一点想法 跟大家沟通一下 这期呢 就说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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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